國民黨的立場一定是捍衛中華民國 一定是堅持民主自由 反對任何傷害中華民國的說法 包括反對台獨 反對一國兩制 這都是我們堅定長期來的立場 兩岸和平更是全民的共同希望 台海的安全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那當然對於兩岸的交流 透過對話交流 總比對抗交二來的好太多 那這一次的體育交流 我們樂見中華台北中華隊 能夠在東奧當中 不但能夠出席開幕式 而且能夠有傑出的表現 兩岸透過任何體育的交流 我們都是表達歡迎的 今天對我來講 也是回到立法院 看到每一位同志們 我們充滿戰鬥力 過去的一段時間 我們曾經有挫折 曾經有失敗 也有成功 也有勝利 每一次的經驗都告訴我們 國民黨只要不團結 我們就會面對挫折 面對失敗 唯有團結努力 發揮戰鬥力 我們才能夠迎接勝利 迎接勝選 這是我們共同的新年新希望 新年新願景氣 2022年虎年 我們面對最大的挑戰 就是年底九和一的選舉 唯有團結 才能勝選 這是我們共同的決心 大家要拿出每一分力量 團結在一起 不要再有個人的考量 更不要因為個人的發言 傷害這個黨 破壞我們的團結 大家唯有這樣的決心 我們才能夠迎接勝選 同時我們一定要堅定我們的立場 讓更多年輕世代 能夠獲得提名 對美的工作 更是我們重中之重 接下來只要疫情允許 朱立倫跟各位委員 一定有機會 一起來訪問美國 讓我們的對美工作 展開更為積極 更為正面的一面 不要讓民進黨 單獨的聲音 在美國 在世界 來破壞 我們國民黨的聲譽跟地位 我們永遠是 最堅定捍衛中華民國 最堅定愛台灣 最堅定民主自由的政黨 這要讓全世界都看到 食品安全 食品健康 沒有任何折扣的空間 我們對於日本的情感 這是無庸置疑的 大家是長期來盟友 跟合作的關係 日本跟我們的貿易 也是最密切的 日本的食品 也是最歡迎的 但是 核災食品 是我們全民不能接受的 我們一定反對到底 民眾要的是安全 政府更重要的是 要保障全民的健康 全民的安全 這是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 更沒有任何交換的條件 民進黨 今天如果敢撕毀民眾公投的結果 敢违逆民意 就必須要付出所有的代價 我們怎麼看 加油 勞民黨勞民黨 加油